餐飲外送成了新生活型態 不過製造出更多的廢棄物 要如何減量呢 環境部長彭啓明表示 如果餐飲外送能夠更綠化 可以透過政府的綠色採購來獎勵 不過實地採訪店家和外送員表示 目前要做到減少使用一次性容器 真的很難 塑膠餐殼 蓋子 紙容器 醬料也要分裝在不同小盒 相信民眾都不陌生 點外送餐點 會有一大堆一次性容器 增加環境負擔 有可能少用嗎 外送員坦言 如果消費者 訂購湯湯水水的食物 不想湯灑出來被棄丹 還是得包得岩石才保險 那麼店家呢 業者表示可以選擇不要免洗筷子湯匙 但盛裝食物的一次性容器還是得用 當然他們也接受民眾自備餐具 但餐具還要自己送到店裡來 環保餐具外送那你怎樣不就變成要多一個步驟 你的餐具要先送來店家 難度蠻高的 是很高啊 蠻高的 減少外送容器不太容易 不過環境部還是希望與業者 集思廣益 舉行了圓桌論壇 部長彭啟銘也到場表示 若業者能更綠化 政府會用實際行動來支持 這個一餐飲外送已經變成國人的這個習慣了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綠化一點點 更環保一點點 那未來呢 它也會是我們這個綠色彩座的一環 如果業者仿效 連鎖超商使用循環杯 提供循環容器呢 環境部目前也只能鼓勵 認為不宜貿然強制推動 先用這個飲料杯 就是比較屬於單純的一個項目 先來推動 就可以來這個避免一個先期推動的時候 一個問題 外送讓民眾花錢買方便 但新的消費型態又製造新的環境壓力 自新冠疫情過後 國內紙容器用量翻倍 若沒做好回收就會流入民生垃圾 增加蓄化負擔 記者 林金梅 彭耀祖 臺北報導 記者 林金梅 彭耀祖 臺北 記者 林金梅 彭耀祖